各位朋友大家好啊 随着苹果16系列的手机在市面上越来越的多 它支持15V系列的PD充电器也跟着越来越多 也就是45W的充电头吧 虽然15V的45W功率在16 Pro Max上面 也仅仅只是一个峰值功率而已啊 但是这也挡不住各家配件品牌去跟风适配它 这就是苹果生态圈的完善之处吧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我手上这个特极客45W的充电器的一个测试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记得一键三连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这个频道更新的动力 谢谢你们的支持 咱们话不多说先开箱再测试 拿到这一个特极客的45W充电器 黑色的非常简洁的一个包装啊 这里有一个特极客水晶45W快速充电器的标识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logo 侧面有45W淡化价的标识 这边有一排英文的标识 非常的简洁 背面是二维码信息合格证和它的规格信息 这下面是认证信息条码信息 我们打开包装盒 内部的这个盒子也是一个黑色的 一颗白色的充电器就静静的躺在盒子里面 这里还有一个泡沫的一个秤电 防止充电头在运输过程中在里面乱窜 这个就是它的充电头本体折叠插角的设计 整个充电器都是白色的 这里有一个水晶镶嵌的一个设计 这里应该是一个LED的灯 接上电源的话这个灯是会亮的 这里还有一个触摸按键 应该是用来控制这个灯的 Type-C口内部舌片为黑色 四个角全部做了弥形倒角的设计 充电头看起来非常的有个性 这里有一个特极客的logo 这边有45瓦的logo 上面有一层膜 我们把膜撕掉 这样看起来这个充电头更加的精致了 两段式的设计 这个地方应该是可体的接缝 充电器的宽度为33毫米 高度为36毫米 这一面的宽度也是33毫米 连插角的高度是52毫米 充电器的重量连包装盒是91.5克 单充电头的重量为57.3克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规格信息 这上面有一个序列号的信息 水晶45瓦快速充电器 制造商深圳乐用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输入规格为100-240次伏的全球电压 输出的话是最高20伏2.25安的45瓦 这边是执行标准 循环10年双路绝缘4类使用 产品的型号被印在了这里 海拔小于2000米的地区使用 非热带地区使用 这里有一个3C认证 3C认证信息咱们放在屏幕上 有需要的可以截图 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充电器 非常的精致啊 这是部分的内容 我们先来测试这一个充电口 它所支持的协议的情况 然后随后就是来测试 这个充电器的快充兼容性 这就是我们测出来 这个充电器的协议的情况 非常的多啊 会不会起反作用 我们后面测试兼容性就知道了 首先就是UFCS融合快充的42瓦 高通QC3家的5V 9V 12V 3.6-20V 华为FCP最高功率24瓦 华为的SCP最高功率是23瓦 三星的AFC最高功率24瓦 然后就是PD3.0的45瓦挡位 PBS QC4家 PD3.0点进去固定档位5个 最高20V 2.25A 也就是45瓦 然后这里有一个PBS的档位 5-11V 3A 33瓦的PBS 这个DCP和Apple 2.4 两个基础功率 快充兼容性测试 我们先从小米开始 这是小米的647瓦的一个设备 显示快速充电 这个真实功率可以跑到24瓦左右 这个也是很不错的 启动的是PBS的协议 我们以这个荣耀60来测试华为的充电兼容性 可以显示超级快充 真实功率可以跑到20瓦左右 这个应该是走的华为的FCP 这部手机是OPPO家的设备 它可以支持UFCS融合快充 可以显示正在快速充电 已经启动了融合快充 它的起始功率是24瓦左右 融合快充的充电曲线 经常看咱们视频的都知道 起始功率低一点 到后面的话可以跑到28瓦左右 这部手机是蓝厂的设备 它可以支持融合快充 也可以支持PBS快充 可以显示微博家的散充标识 UFCS融合快充已经启动 这个起始功率的话 要稍微低一点22瓦左右 冲到后面的话 它功率会提起来的 这部手机是荣耀300 它可以支持大功率的PBS 我们看一下 这个充电器能不能启动它的PBS快充 插证据显示的是超级快充 PBS功率是没有启动的 这个跟刚才的测试华为兼容器的时候是一样的 它的功率没有多高啊 最高的话就跑到个20瓦的左右 这部手机是三星的乐透10加 启动的是超快充电2.0 大概一小时五分钟可以充满电 正式功率在45瓦左右 充到后面的话 功率也可以提到20瓦左右 这个特吉克45瓦的水晶系列充电头 实际充电测试 我们采集这个小米的充电数据 因为它是PBS的快充 蓝厂和绿厂的融合快充 我们用这个OPPO的A3来采集充电数据 然后就是这个苹果14采集公版的PD充电协议 最后就是对它进行烤机测试 这个红米手机还有3%的电量 我们充电采集数据 这个小米手机电已经充到100了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因为这些第三方充电器 对小米手机的话 它没有私有协议 所以说它充电速度就要慢一点 我们只看从3%充到90%的电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速度也算还是可以的 从3%到90%一共花了50分钟时间 其实功率是22瓦 充到80%的时候是26瓦功率 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充到90% 这个功率的话 在这个体积上面这个充电器还算是可以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温度 充电的时候这个温度最高的时候是39.9 也就是40度 测试的时候我们室内的温度在14度左右 目前这个手机的电量还有15% 我们采集数据 这个OPPO A3 Pro充电已完成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从这个曲线炉来看 这个充电器的功率输出还是有点保守的 其实功率24瓦 充到16分钟的时候 它降了1瓦功率 按照我们以前测试的UFCS融合快送的充电曲线图的话 它是逐渐上升功率的一个过程 大家看一下充到38分钟 也就是电充到90%的时候 还是24瓦 所以说这个充电器的输出策略比较保守啊 应该是为了温度 充百分之十几的电 充到100的电 一共花了50分钟时间 就是牺牲了几分钟的充电速度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充电器的温度 最高温度37.3度 测试的时候我们室内的温度14度 这一部苹果14还有11个电 我们充电采集数据 电量已经充到86% 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 非常标准的一个苹果手机的充电曲线图 70功率只有9瓦左右 持续了13分钟时间 然后涨到16瓦左右的功率 充了大概18分钟 然后逐渐的下降功率 降到11瓦左右的功率 充了大概7分钟左右 然后再降到6瓦的功率 充了几分钟时间 就充到80%就降为5V的基础功率 再进行涨流充电 从百分之十几的电充到80的电 一共花了58分钟 苹果手机的充电本来它就非常的保守 我们来看一下充电温度 这个充苹果手机的话 更加没有什么温度了 最高温度为31.3度 我们室内的温度还是14度左右 这是这个充电器烤机的状态 现在的功率还有39瓦 我们看充电曲线图 这个充电器超功率输出了啊 前面是43.7瓦的功率在输出 输出了15分钟左右 然后降到39瓦的功率输出 我们总共一共测试了两个半小时 大家看充电曲线图就知道了 温度的话非常的稳定 实际测试这个温度在50分钟左右 温度就基本上稳定下来了 一直是49到51度之间在徘徊 最低的时候是49度 最高温度的时候是51.5摄氏度 同时我们用热像仪也采集了一张它表面的温度 采集出来表面温度最高的时候是52.5度 测试的时候我们室内的温度16度左右 我们现在要做的测试 就是来测试一下这个充电头的输出转换效率的情况 这个测试可以看出这个充电器内部电源的实际工作效率 随后就是测试这个充电口输出纹波的情况 现在是这个充电器110V60Hz的状态 插电的时候浪试功耗可以忽略不计 只有0.035瓦 经过几分钟测试下来 它的110V综合待机功耗为0瓦 5V3A45W功率的时候 110V输出17.5瓦 连线消率89% 12V3A36瓦功率 110V输出40.3瓦 这边直流输出35.95 也就是36瓦吧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90% 15V3A45瓦功率 110V输出50.1瓦 这边直流输出44.9瓦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也是90% 20V2.25A 110V输出49.6瓦 这边直流输出45瓦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91% 这个充电器转换效率很不错 现在是这个充电器 220伏50赫兹待机的状态 插电的瞬间 浪涌功耗是9瓦 随后经过几分钟测试下来 220伏综合待机功耗也是0瓦 5伏3安45瓦功率的时候 220伏输出17.6瓦 这边直流输出45瓦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85% 9伏3安27瓦功率 220伏输出30.2瓦 这边直流输出26.98 也就是27瓦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89% 12伏3安36瓦功率 220伏输出39.6瓦 这边直流输出35.9瓦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91% 15伏3安也是45瓦功率 220伏输出49.1瓦 这边直流输出44.9瓦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也是91% 20伏2.25安也是45瓦功率 220伏输出49瓦 这边直流输出45.18 也就是45.2瓦 这个充电器它也是带线顺补偿的 输出功率几乎是满额的啊 则算下来转换效率92% 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 这个充电器的交流纹波控制的情况 5伏3安15瓦功率的时候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131.7毫浮 平均纹波89毫浮左右 9伏3安27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127.4毫浮 平均纹波122毫浮左右 12伏3安36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131.9 132毫浮 平均纹波127毫浮左右 15伏3安45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135.3毫浮 平均纹波132毫浮左右 20伏2.25安45瓦功率 它的纹波最高的时候 134.7毫浮 平均纹波131毫浮左右 我们再来看一下试波器 我们把这个纹波再放大一点 现在是600微秒的状态 我们放大到10毫秒 它的纹波还是没有变 大概在130毫浮左右 所以说这个纹波也是很稳定的 它不像其他的那些山寨的品牌的 那种摆动非常大的纹波的话 对我们设备伤害是非常非常高的 这个充电器的纹波测试下来 都是在130左右 它符合国家规定的纹波输出标准 这个特级克水晶45瓦充电器测试下来 它的兼容性在这个小体积充电头里面 也算是很不错的 大家看看它跟苹果的20瓦充电器对比 这样的体积做到45瓦输出 老铁门你们认为它怎么样 实测这个充电器 两个电压档位的转换效率 都是89.6% 也就是90%的转换效率 交流纹波输出的控制 也在国标规定的范围之内 没有超标 不会对我们的设备造成伤害 大家这个可以放心 这个充电器的纹波也是在120左右 体积的原因造成纹波压不下去 这个是很正常的 只要不超标就没有问题 小伙视频的老铁门 记得一键三点点赞关注投币周期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这个充电器咱们后续都是会拆解的 大家不要急 我会一个一个的来拆 谢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